韩世杰清明节又是两个节 相关的我们都一起讲 老百姓都过糊涂了 到底什么时候过 过什么 当官的眼糊涂 以前不一样 以前学文化才能当官 现在他们能当官 咱们学文化 只能在这讲 韩世杰是纪念戒子推 就是春秋五霸的第二霸 就那两个像样 金文公的大臣 那时候皇帝还在外面 不一定谁是皇帝呢 然后他就饥寒叫破 把大腿的肉割下来给皇帝吃 皇帝吃完了就被皇帝了 然后就论功欣赏 把他给忘了 一气之下就跑到山山 实际上这个 他还是借着这口气 想去点醒皇上 说你这个不能忘恩忘本 但是这个我不要 我不居功 我功成身退 就被老母亲到深山里 然后就找他 这个想起来了 这个烧 烧山逼他出来 可见这个皇帝心不成 当时 烧死了 在一个树下 后来这个树 据说是死的变活了 跟他灵产感应了吧 他这个摘一个柳条 插在自己头上 就是仪表纪念 也就是后来的这个 踏青习俗之一 摘六条 韩石当时是 就为了纪念 尽熟石 尽烟火 那个时候是第105天 这个冬至后的 可见那时候冬至也很重要 以那个为准 第二呢 就数了这么多天还在数 是吧 以前也都是按天来过的 不是按那个解析 什么什么具体 那么死性 是吧 我们学过话 也要这样 然后清明 是吧 这个清明跟韩石 为什么都一天了呢 我们说清明的习俗 一个是扫墓 一个是他清 实际上前面已经讲了 他清是主要上四节 然后这个 那段时间 因为大家都要回家扫墓 韩石纪念祖先 同时也纪念自己的祖先 然后就 也要放很长的假 那些在过去都非常重要 现在人不知道他是什么 我们就纪念的同时 要领会的精神 要不然你怎么纪念 你念什么 就知道扫墓 扫法也行 你只要你一用心的扫 然后清明三个不后 第一是童话开 我们来不及了 就反正有花 然后田鼠化为如 后五天 这个田鼠 有人说这个 怎么搞的 变成鸟了 前面有个老鹰 化成这个土鳩 那个勉强还能解释 这个 他说很有想象力 说这个 画有为敌 是吧 然后肯定不对 那你 他说 这个 田鼠 这个鸟瓜 田鼠吃了 实际上这个鸟是小鸟 它来到一起 不一定谁吃谁的 也就是说 这个田鼠 它是阴性的 这时候 阳气上升 这个 它就躲到洞里 这个羊的东西 鸟 就是 那个飞出来 这个第三个就是 彩虹出现 现在科学解释 这个彩虹 就是说这个散射 这个水 通过太阳照射之后 然后还有折射 那怎么刚好 就在那个位置 产生这么个形状呢 其实科学 你一听就行了 这个 在过去 对这个说法 其实也不太准确 就认为它是凶兆 认为它有 这个 一光一亩 一红一泥 虫子吧 认为它这个是吸水的 但是 反复听起来也有道理 你看这个木的能量 它是向外四周扩散 也就是说 它这个吸了水之后 这种能量 它表现出这种形状 也是可以理解 我们现在的智慧 还不能完全把它揭秘 这个 还有105天 为什么说 是寒石 不是清明 你看这个 15天一个节气 刚好到那天 也是清明 实际上 我们学弟里 又知道这个平均分是15.22天 而且这个 远日点是在冬天 1月3号左右 所以说你虽然是12月22号 所以在这之后 这个又比夏天要多一两天 打完收工 白马累死我了